李铁下课雪上加霜 中国足协宣布重大决定 陈虚员果真不念旧情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 长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阿三的视频给更多关注 把中国足球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 李铁下课之后的一系列的处理方案 我们也知道其实目前呢 已经是有媒体传出说 现在李铁呢 已经是正适合国足的教练组 以及这些球员的交接并且告别 可能呢 在最近这段时间就会正式官宣要下课了 所以从目前来看 其实对李铁来说呢 基本上有一个事实和结果 可以确定的是 李铁下课已经成为了一个众人皆知的一个事情 只是现在还差一个中国足协的官宣而已 所以对李铁来说 那么现在的一个打击还是蛮大的 那么毕竟呢 在此前他还是非常期待 能够再带着国足去闯玩 本次的一个世界杯的一个比赛 结果没有想到那么回国之后呢 居然发生了一连串的一个事情和风波 也导致李铁不得不提前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下课的结果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 其实对李铁来说呢 现在除了说要面对下课的一个结果之外 那么就在最近呢 可能还要面临一个非常多一系列的一个问题 就在最近根据媒体最新的报道有提到了 那么目前中国足协呢 也是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那么目前针对李铁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周边的东西呢 可能也要进行处理 目前呢 根据媒体透露的一个消息是提到说呢 此前呢 那么我们国足这边呢 也是专门为李铁这个本土名帅呢 定制了一个口号 也就是团结式铁的一个口号 并且呢 还做了一些相关logo 但是啊 现在的李铁随着他要下课之后呢 那么其实这些包括出现在上海广州海南的 等那些国家队的集训基地的这样的一个口号呢 和李铁有关的相关严肃肯定都要全部撤除 毕竟如果说李铁从此下课之后呢 迎来新的一个教练 那么李铁呢 作为一个前任呢 他的所有东西肯定要被处理掉 这样一来呢 才意味着整个中国国足呢 迎来的一个转折 迎来一个新生 才能够意味着中国国足要有一个新的变化 所以其实现在来看 这样我觉得对李铁来说 真的是下课之后呢 又迎来一个雪上加霜的一个糟糕的消息 那么现在来中国足先呢 已经是准备着手 要处理他这些所有相关周边的东西呢 其实也就意味着要抹掉他的一切痕迹 那么对李铁来说 其实可能呢 确实有些难过 那么毕竟呢 他已经在中国国足这边呢 待了两年的时间 也带着中国队去取得了一个成绩 但现在来看呢 其实啊 做出了这些决定呢 把他的所有东西都拿掉的话 似乎就象征着李铁 好像是从来没有来过一样 那么其实确实对于一个啊 生活在这里几年的一个啊 这个主帅而言呢 确实会有些伤心的 而从这一点当中啊 其实也看得出来 目前主席主席程序员呢 也确实是不念旧行 或者说确实也是秉公执法 是比较公正或者说比较严厉吧 那么也是按照目前呢 是吧 中国足学的一个安排呢 把这些事情啊给做好 把这些决定呢 这些东西给处理掉 那么确实对程序员来说 他也不能够说念旧行呢 然后保留铃铁一些东西 这显然是不合规的 所以现在呢 看那么对于铃铁来说呢 可能在此之后啊 他要离开国家队之后呢 他所有的东西都不会留在 这个中国队的一个内部 那么对他而言 或许接下来呢 也只能够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结果 接下来先把他的东西收拾好 然后呢 该什么时候离队 就什么时候离队 也不要再留恋这个地方 毕竟呢 这样的一个结果 也是他当初呢 自己选择的 那么现在呢 其实面对这样的一个处理 结果呢 也只能够去坦阳接受了 好了 本期的阿三砍球 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 记得点赞 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 开心聊球 拜拜